乌克兰大量失去家园的难民需要医药救治 导致医疗系统不堪重负 虽然一般的医药免费 但像是化疗 心脏病等重症 则是需要患者自费 政府也急需建立系统 以应对战争所造成的精神和心理问题 64岁的利迪亚和丈夫住在安治所 她看到自己的房子被战火摧毁 受到打击病倒 不多的养老金全花在了买药上 虽然年轻时是位医生 但现在她却没有钱做手术 很多战争幸存者和军人在受到创伤后 还有焦虑患上精神疾病的风险 这对夫妇的公寓被炸毁 老人虽然逃过一劫 但看到邻居死去的惨状 一直在脑海挥之不去 乌克兰公共卫生专家说 东南部战区的大量难民涌入其他地区 医疗资源无法复合 难民也有丢失证件 不熟悉当地医疗流程等问题 及时得到救治难上加难 明年乌克兰政府医疗保险计划预算 和今年相比下降了10% 加上格里夫纳贬值 以美元计算则下降了40% 乌克兰国内 目前至少有650万难民 专家认为 能够逃往国外的人 往往都比较健康 留下的难民 都是重病患者和老人 他们也将面临医药费的最大压力 凤凰卫视特派记者刘备 乌克兰首都基辅报道